有请张市长 现在我宣布各投标单位的报价结果 华茂集团的报价是6亿3000万 广安集团的报价是5亿3000万 你们用这么低的价来竞标 不是等同于自杀行为吗 这哪还有利润可言 这标非你们莫属了 不可能又比这更低的价钱了 到底是加大业大的公司 就是比我们敢赌啊 明光集团4亿8000万 综合两轮报价的结果 最后取得外来公之家 项目建设权的单位是 明光集团 祝贺 谢谢 谢谢 祝贺你 何总 谢谢 何总啊 我也得向你表示一下祝贺呀 祝贺何总 谢谢 谢谢 老胡啊 你的报价报得太高了 我们家不一样穷哪 何总啊 你以这种价格抢下这一标 可真让我管老胡感到意外了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应该是 恭喜你呢 还是替你担心 你赔了这么多的血本 就为了跟我过不去划算了 不用替我担心 我反正是一个人无牵无挂 我赚那么多钱也没地方用 就当是捐给社会做贡献了 何总啊 你太有爱心了 那是必须的 谢谢你啊 星辰 何总 你干吗谢我呢 要谢信你的团队啊 管董事长说过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我要谢谢你给我提供那么多的信息 你放心 我之前的承诺我一定兑现 我们的团队随时恭候你的加盟 再见 不用我解释 看在你是刘清平儿子的份上 我放你了 但是 我又不希望在京州再看到你 都怪我 你不说我 你就说我 那都有 你不舍得 我知道真的 这个箱子 你的判断是准确的 他们果然刨出了最低价 我们差点就输掉了这场较量 可是何董 这次我们生生地亏了一个亿 能算是赢吗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只要能挫伤管老虎 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功 准备出一间办公室 过不了几天 他一定会主动召伤门来的 何董 我们一定要用他吗 哪那么多废话 照办就是了 可是 我还是觉得他实在不让人放心 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 是 师父 开车吧 我们下室的 是 你 这个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